例如6.9,其實一模一樣 這次都是STEM and LIF 25個學生 但這次的STEM有少許不同 這次的STEM代表100 所以LIF全都是雙位數字 所以跟著剛才的原理 我們就知道這個79代表甚麼 代表著4代表100 即是479 就是這樣,很簡單 好,一開始問你 How Many 即是問你 我們要回答有多少學生 SPAN Less Than 100 很明顯 這裡已經是110 即是Las Than 100 就是這兩個 我們有兩個學生 是少於100 所以這樣寫 用回題目的字 好,第二題 它說要BETWIN 即是在兩個數中間 150至250 有多少個 我們找回最接近150 150大約在這個位置 即是這裡開始 去到250 這個254已經爆煲了 所以應該去到這裡 這裡每一個數字 其實都是貼上這個字頭 變成真正的Data 所以我們要數一下這邊有多少個數字 1,2,3,4,5,6 6個 所以我們這樣寫 我們有6個學生 就是150至250之間 接著它問你 第一件事 問percentage 即是我們要計算 percentage 即是分數成100% 現在它問你 more than 450 我們又看看 450在哪個位置 450 呢? 400在這裡 50應該是這個位置 即是表示 這堆 就是多於450的人 總共有4個 我們知道 percentage 就是分數成100% 分子 放我們想要的東西 我們想要4個 分母放 全部學生 你是不需要數的 題目已經說了 25個 所以屈指一數後 就知道它是16% 沒問題的話 我們看看下面 好 那些字也一樣 不跟著我動 先搬上去 好 看看下面 下面也是一個 sem and leaf graph 它是一個 Distribution 即是分寶 那些建築的高 About sea level 即是水平面以上 它就這樣 一模一樣 今次的stem 都是代表著100% 有一樣東西要留意的 就是 它是有單位的 即是如果它叫你寫 例如B題叫你寫高的話 記住 幫我寫單位 當然 最後計算 percentage 你要用分數成100%的方法去計算 好 有 那些人